好,我们来看看在台北市台大附近 有一间开业超过20年知名羊肉店 最近砸下了6000万买下成租的店面 原来是因为过去他们缴的房租 就已经超过2700万 那与其当房客干脆自己买下来当房东 大火烹煮羊肉汤还有新鲜肉块飘出香气 员工忙着切菜备料准备开店营业 知名羊肉店的分店在台大附近 已经开业23年 初故已经缴了2700多万元的租金 如今这个业者砸了6000万买下来自己当房东 羊肉店位在新生南路三段临近公馆台大商圈 附近没有消费性店面 但因为老店常年客源稳定 这一次霸气由租转买 一楼全壮约30坪 以23年来租金行情平均单价3300元来算 总共支付了2730万元 购入店面成本换算每瓶高达200万 单价200万应该可以符合 目前整体的市场行情 就过去实价的这个交易来看 都有这个超过200万的单价 从临近的这个公馆商圈 近期都有这个空置率提高的这样一个现况 那会促使就是这个房东 或者是屋主提高他的让利空间 那也是很多老店在这个时间点 会想要直接乘购他所乘租的店面 租客便房东还有去年位于东兴路的Seven 由统一以总价1.6亿元零贷款买下 另外连锁九品通路商项目桶也砸下1.27亿元 买下长岸东路二段102品店面 平均单价约124万 专家表示虽然买下店面要交的房贷 可能大于租金 看似经营成本提高 但对长期稳定的店家来说 当自己店面主人才是王道 319亿孙一块李孟山台北报